讲书很辛苦,赞助很幸福,我是大纲司令,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扶摇直上,作者,俄成知县 第111章,告知实情 放下电话后,王俭心里起伏不定 任平义主动问起他修路资金的事,而且提到先修路后修路的事 这摆明了宁兴公肯定是找过他了,这件事非常刺激他,必须尽快把资金要来 想到这里,王俭拿起电话打给叶凤玲 叶凤玲此时正在省城,也在为此事召集 胡作运并没有及时向省财政厅递交张成义签锅次的申请书 叶凤玲找到省财政厅的领导后才知道 叶凤玲立即打电话给胡作运 经过一番交涉,才将申请报告交给了省财政厅 凤玲妹妹,省财政厅答应给钱了吗? 接通电话后,王俭问道 叶凤玲道 胡作运这个家伙,没有将报告交给省财政厅 我督促他,终于把报告交上了 省财政厅这边还要几天的时间 我估计快了,你不用急 如果只有几天的时间就能把钱拨下来 那还是不错的 王俭略微放了一些心,就笑道 凤玲妹妹,辛苦你了 改日请你吃饭 叶凤玲也笑道 我们就不要客气了 连兵姐姐最近怎么样,也不给我打电话 王俭笑道 他不好意思给你打吧 你可是名记者 他一个老师,心理上有压力 不过你既然说了,我告诉他,让他给你打电话 叶凤玲道 嗯,没什么的,我只是随便说说 我爷爷又催我抓紧来认亲了 我爸和我妈也是 要不你就告诉他实情吧 过段时间,我去接他到京城 叶凤玲的爷爷,叶鼎天 年龄大了 不想再等下去 急于想与谢联兵见面 叶明君也有这种意思 其实这里面不仅仅有着怕 谢联兵一时接受不了的考虑 而且也有着会不会有可能损害 叶氏家族名望的考虑 导致迟迟不能与谢联兵相认 虽然谢联兵并非私生子 但毕竟是被人拐走的孩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直没有找到 现在突然出现了 一时必然会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 因为以前从未听说过叶家 还丢过一个孩子 现在冒出了这个事 谁知道大家会怎么看他们叶家 总有这方面的一个考虑 但时间不等人 叶鼎天毕竟年龄大了 极早的认亲 说不定能让老人高兴高兴 多活几年 只要叶鼎天多活几年 这对叶家绝对是一件 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叶明君愿意这么做 王俭当然不知道这里面的内情 叶凤灵既然要让他告诉谢联兵实情 那就告诉他好了 反正这事迟早也要让谢联兵知道 那好 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告诉他 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想与联兵结婚了 准备先去登记去 王俭道 结婚 王俭你想这么快就把我姐骗到手啊 我父母还没有同意呢 叶凤灵开玩笑的说 王俭道 这事我考虑一阵时间了 不结婚总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 说我不成熟 想找大官的子女结婚 这些人真是没话找话说 我王俭越是大官的子女 越是不找 大官的子女都高傲得很 我可伺候不了 不如老百姓的孩子门当户对 对了 凤灵妹妹 你的父母是干什么的 没想到王俭居然有这种想法 叶凤灵还以为是王俭 察觉到了他的特殊身份 故意想提前结婚 来巴结他家的权势 却不想完全是相反的想法 看来还不能告诉王俭 他的真实身份 否则他与谢联冰之间的关系 说不定就会出现裂痕 叶凤灵笑道 我的父母是普通的机关干部 算不得大官 怎么了 你是不是真怕我父母 不同意你和姐姐的婚事啊 王俭笑道 这倒不是 即使联冰认了你的父母了 你的父母也没有权利干涉 他的婚姻自由吧 这些年来 他可是一直自己做主的 突然让你的父母做主 他的婚事 我估计他不会听的 王俭 你倒很会分析事情啊 行 反正我是赞成你和姐姐的婚事的 我妈那儿 我也可以帮你拉一票 我爸那儿 我就做不了主了 不过已经是三比一 应当没有问题 叶凤灵呵呵笑道 王俭笑道 想不到你们家很民主 什么事都要投票表决 谢谢你的支持了 叶凤灵一时笑得更加开心 觉得谢联冰能找到王俭这样的男朋友 算是有福了 虽然与他们家庭不大相称 但毕竟是王俭在谢联冰很孤单寂寞的时候去追人家的 应当是没有什么算计厉害 这样的人才值得托付终生 行了王俭 你们要结婚就结婚吧 可以先登记 要是举行婚礼的话 让我父母参加可不可以 谢联冰问道 王俭眉头一皱 不好回答了 按说应当是很简单的事 自己的女儿出嫁 父母哪有不参与的 但谢联冰一直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他突然冒出个父母来 不说谢联冰接受不了 就是王俭也感到别扭 因此叶凤灵问道这话 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个 这个 要问联冰的意见吧 王俭结结巴巴的说 叶凤灵大笑起来 说道 王俭 你干嘛那么紧张 我父母参加婚礼 可是天经地义的事 姐姐怎么会反对 好了 这事你一定要安排好了 千万不要偷偷摸摸 把婚礼举行了 王俭心想 叶凤灵既然这么说 就只有如此办了 便说道 好吧 一切听凤灵妹妹的 挂断电话 王俭心情有些激动 夏决定与谢联冰结婚了 而且谢联冰终于要与叶凤灵的父母相认 这不是双喜临门的事吗 想到这里 王俭就起身向香教委走去 准备和谢联冰好好的聊一聊 走在乡政府大院里 一路上都是打招呼的生意 王俭摆了摆手 就走出了政府大院 向香教委走去 来到香教委 教委主任卢永强急忙上前接待 王俭淡淡的问道 谢老师在不在 卢永强道 谢老师正在办公室里 我去通知他一声 王俭说 不用了 我自己进去就行 卢永强专门给谢联冰 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谢联冰正沉浸于工作之中 对王俭的到来浑然不觉 王俭轻声喊了一句 联冰 忙啥呢 谢联冰连忙转过头 看到是王俭 笑了 说道 你怎么来了 事情忙完了 王俭笑道 事情怎么可能忙得完 出来透透气 谢联冰起身让王俭坐下 王俭就坐在了谢联冰的身旁 看到他正在写着东西 就问道 最近又资助不少学生吧 当初把这件事托付给你 算是对了 谢联冰倒了一杯水 给王俭 笑道 我小的时候就很困难 所以能理解这些贫困学生的心情 为他们把事情做好 是应当的 王俭点点头说 你说的对 我小的时候也很困难 家庭不富裕 能完成学业就很不容易了 现在有些人不理解穷人的心情 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穷人的生活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认真把一些好的政策落实 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 办一些事情 谢联冰投来一双崇拜的眼神 他觉得王俭就是这样的好官 他能遇到这样的好官 真是他的福气 更让他感到福气的是王俭 是他的男朋友 王俭 你真是一个好干部 谢联冰笑道 王俭呵呵笑了起来说 联冰 不带这么肉麻的 我应当是你的好老公才是 你是谁的老公了 坏死你了 谢联冰满脸红了 打了王俭一下说道 王俭并没有躲闪 说道 联冰 我跟你说真的 我准备向你求婚了 求婚 谢联冰吃了一惊 他没想到王俭会这么快 就要与他结婚 心里一阵惊喜 王俭看向他说道 我说的是真的 你看我现在都当了书记了 还没有结婚 会让人们觉得我不够稳重成熟 你想想 一个没有家庭观念的人 怎么可能当好领导呢 所以我只有结了婚 我的人生和事业 才会达到一定的高度 推动着我继续前进 王俭 你真的要娶我 谢联冰睁大眼睛问道 王俭坚定的说 是的 那韩书记怎么办 谢联冰也听说 王俭与韩玉婷之间 发生了一些事 觉得韩玉婷也没有结婚 而且条件比他好多了 虽然没听说两人谈恋爱 但他的心里总是很别扭 现在王俭出来要结婚 他是要问个明白了 要不然结婚后 还有这方面的传闻就不好了 这话说的王俭有些脸红 但他很快镇定的说道 我与韩书记是政治上的朋友 但是不能成为夫妻的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不要听别人瞎说 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谢联冰心里是非常喜欢王俭的 要不然也不会在王俭有绯闻的时候 能跟他谈恋爱 现在听王俭这么说 心里踏实了一些 他不懂政治 也许王俭真的需要韩玉婷 这样的政治上的盟友 那传出一些绯闻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王俭也不是没有对头 为了打击他故意散布一些虚假的消息 也是很正常的事 想了一想 谢联冰道 我无父无母 也没有人为我做主 现在我唯一的亲人就是你了 只要你对我好 怎么样都行 王俭感受到谢联冰内心的情意 伸出臂膀 把谢联冰深深的搂在了怀里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奖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之线 第112章 婚事 谢联冰躺在王俭的怀里 过了一会儿 王俭对他说道 联冰 还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 那个业绩者 真是你的双胞胎妹妹 听到这话 谢联冰猛地从王俭的怀里 抬起头来问道 王俭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王俭郑重地道 那个业绩者 其实早就知道 你是他的双胞胎姐姐了 他偷偷拿了你的头发 去做DNA鉴定的 证明你们真的是有血缘关系 只是怕你一时接受不了 才没敢认亲 现在过了这一段时间 他的父母 当然也就是你的父母 还有他的爷爷 也就是你的爷爷 非常希望能早日认亲 所以让我来告诉你 希望你能接受 谢联冰正正地听完王俭所说的话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那天叶凤铃和他说的那些话 是有寓意的 当时虽然在这 没有往这方面想 但绝对不敢想到 这会是现实 他从小就羡慕别人有爸爸妈妈 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年 居然美梦成真了 但很快转念一想 他们当年是怎么狠心 将自己抛弃的 为什么现在 却想到来找自己了 这些问题不搞清楚 这样的父母 不认也罢 王俭 既然他们声称是我的亲生父母 可是他们当初 为什么会抛弃我 既然已经抛弃了我 何必再来找我 在我的字典里 已经没有了父母的概念 谢联冰脸色突然冰冷地说道 王俭能理解谢联冰的这种心情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父母 年幼时把自己抛弃 成年后又来找到自己 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跑了 自己长大了 他们老了 却想来认亲 哪有这么的好事 不过叶凤玲的父母 确实没有抛弃谢联冰 叶凤玲当初也告诉了他 因此王俭解释道 他们好像不是想抛弃你 而是你被别人拐卖走了 不知后来你怎么就让你的奶奶捡到了 反正他们也是多方找过你 但是没找到 没想到这么巧 现在让叶凤玲遇到了你 也是你命里有父母缘 其实我也不想让他们来与你相认 我怕他们会夺走你 夺走你对我的爱 在这世上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但现在你又有了新的亲人了 谢联冰这才脸色缓了缓道 王俭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王俭道 是的 叶凤玲怕你接受不了 让我给你做工作 没有直接告诉你 我也觉得这事太突然 想让你有个接受的过程 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谢联冰看向王俭道 既然你不想让他们夺走我对你的爱 那我就不认他们 对谢联冰的痴情 王俭很感动 但他现在受到叶凤玲的所托 怎么能阻止他们相认呢 再说谢联冰好不容易找到父母 再不相认这人生就太遗憾了 王俭扶起谢联冰的脸道 联冰 虽然我心里不愿意 但我不能让你的人生有遗憾 既然缘分来了就接受了 见见面还是可以的 如果他们对你不好 你就当没他们就行 再说我看叶凤玲也是一个不错的人 相信他的父母也不会太坏 你就当交个朋友似的 谢联冰的心里有些矛盾 其实他也想见一见他的亲生父母 长得什么样 是干什么的 问一问当初他是怎么丢的 只是感到心中有一种无形的空虚感 过去那种很久的期待 现在却突然觉得多余了 也许是因为有了王俭的缘故 如果没有王俭的话 他也许很期待能找到亲人 现在有了王俭 父母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王俭 我真担心见到他们会是什么样子 你说我是哭呢 还是不哭 谢联冰矛盾的说道 王俭看向他说道 顺其自然吧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不必拘泥 人生就是真性情才好 谢联冰点了点头 很赞成王俭的意见 王俭你说的对 想太多没有用 就当我从没有父母就是了 该高兴的时候就高兴 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就对了嘛 不要太当回事 也许你的父母人很好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接受他们了 王俭拖起谢联冰的脸蛋 笑道 谢联冰也呵呵笑了起来 说道 叶凤玲是个大记者 说不定他的父母很厉害 我胆小 有点怕他们怎么办 王俭说 还能有多厉害 难道他们是富豪 是高干 有什么厉害的 一样 都是人 谢联冰这才放了心道 你说的对 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总之 他们是想来认我这个女儿 要是在我面前居高临下 我就不理他们了 这就对了嘛 王俭笑着说完 突然用嘴 吻了谢联冰的嘴唇一下 谢联冰猝不及防 没想到王俭会突然吻他 急忙躲开笑道 王俭 你好坏 王俭笑道 我们都要结婚了 还不让我碰啊 谢联冰道 那你也要让人有个心理准备吗 现在有心理准备了吧 王俭道 现在不行 这是办公室 有人看着呢 谢联冰说 王俭转头看了看 虽然门关着 卢永强还是在隔壁 还是不要搞这些东西的好 想到这儿就说道 那好吧 晚上到我宿舍去 谢联冰道 乡里人会看见的 等我们正式结婚再说好吗 王俭心想 谢联冰也太正统了 不过越是这样 他越喜欢 既然如此 那就及早结婚吧 等几天 我们先去把结婚证领了吧 王俭道 谢联冰想了一想道 那好吧 就感觉有点快 一点都不快 快得连小孩都生完了 王俭笑道 谢联冰马上去打他 说道 你好坏 你好坏 王俭一边躲闪着 一边笑了起来 卢永强在隔壁 听到笑声 摇了摇头 心想 虽然贵为乡委书记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表现得还像个孩子 王俭与谢联冰说完话 回到乡里 心情很是愉快 自己的终生大事终于解决了 但一想 还没有跟自己的父母说呢 不过又一想 说了又能怎样 他们也不能给什么意见 想了想 王俭决定回家和父母说一下 有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连带谢联冰让自己的父母见见面 然而在结婚前 也要考虑到姐姐王远凤的婚事 王远凤中专毕业后 分到县值班厂上班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前些日子 听到妈妈张秋菊说 谈了一个值班厂的同事 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要是结婚的话 最好还是让姐姐先接 想到这儿 王俭就打电话 给王远凤问问情况 王远凤在企业里上班非常忙 打了两遍电话才接通 王远凤对这个弟弟还是蛮骄傲的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乡委书记 这可是全村的人都知道的事 那个村书记王二芳再也不敢来家里找事了 别说王二芳就是乡里的干部 见到他家的人都很客客气气的 这当官与不当官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只是这厂里的领导很牛逼 据说老总跟县委书记关系好得不得了 一般的乡镇干部根本不放在眼里 也没有主动来给他调动一下好工作 心里想让王俭帮忙把他调出企业 但王俭却说这不符合规定 在他面前打起了官枪 因此心里对王俭又是气又是脑又是没有办法 接到了王俭的电话 王远凤不高兴的问 大书记找我小老百姓干啥呀 王俭知道姐姐对他没帮他调动工作的事不高兴 但他是有他的想法的 他现在只是一个干的时间不长的乡委书记 根本没有调动人的权利 他可是可以让姐姐到县和乡上班的 但那也是没有编制的事 而且让自己的姐姐到乡里上班 宁行公他们还不专门败坏他 现在让姐姐忍一忍 只要有机会了还能想不到他吗 王俭道 姐你怎么了 给领导批评了 你工作可是要认真了 王远凤拿这个弟弟没有办法 扑斥一声笑了 什么给领导批评了 最多也是给你批评 你最近怎么不回家 爸妈都想你了 我不是事情多吗 没时间回 小弟最近学习怎么样 明年就要高考了 王俭又想起弟弟上学的事 王远凤道 什么事情多都是借口 这周你一定要回家 我心谈了一个对象 想带回家看看 小弟的事我也不知道 王俭正想问姐姐的婚事 没想到也到了带回家看看的地步了 于是问道 姐你找的哪里的对象 是你同事吗 是同事 厂里的技术员 人很老实 我想带回家让你看看 你给参考一下 王远凤道 王俭问道 他知道我是你的弟弟不 王远凤不高兴的说 你说什么呀 你以为他是因为你才看上我的 别瞎想了 我又没和别人说你的事 厂长也没有看你的面子照顾我呀 不知道就好 他要是能真心喜欢你就行 王俭觉得自己有些多虑了 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大威力 王远凤道 你怎么样了 找到对象没 爸妈可是早想抱孙子了 王俭道 我和你一样准备带你弟媳妇回家看看了 你说的可是真的 王远凤问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们正好一起让爸妈看看 王俭笑道 那好 爸妈这下肯定很高兴 王远凤也乐了起来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西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额承知线 第113章 调整前的谈话 给姐姐打完电话 王俭就待在办公室里 批阅几份文件 都是上面发下来的通知 王俭看了看 就大笔一挥 分派给各个分管的领导去办 看上去非常轻松 也没有什么多少重要的内容 无非是一些到县里参加会议的通知 和一些准备相关检查的要求 做起来大多是以文件落实文件 向上面交差了事 这些事不办不行 王俭匆看完之后 就签批 正在低头签字 宁兴公走了进来 他从任平义那里回来后 就决定向王俭摊牌 要求先期进行修路 看到宁兴公来找他 王俭想到任平义 打电话给他的事情 虽然任平义没有特别 要求他什么 可是也给他施加了压力 宁兴公是不是从任平义那里 得到了支持 也说不定 老宁 你来了 正好我想和你谈点事 王俭见宁兴公来到后 想起来要和他进行一些 人事调整上的沟通 便主动招呼他进来 宁兴公微笑着坐下来说道 王书记有什么事情说吧 王俭道 财政所长的人选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宁兴公在这件事上 根本就没有主动向王俭汇报 王俭出于尊重他的意见 才主动向他问起这事 宁兴公听到王俭问起这事 就想起杨军才和他说过的话 既然王俭想用胡斌 那就不能顺利让王俭把人选定了 还是向王俭推荐王美侠 看王俭怎么办 宁兴公就到 我正想和王书记汇报这事 我觉得王美侠比较适合担任财政所的所长 此人工作认真 各方面的素质也不错 让他担任财政所所长应当是很放心的 王俭笑了一下道 王美侠是不错 但他的资历不如胡斌 让他担任财政所长 岂不是会让别人不服 而且王美侠为人比较高傲一些 别人怕会不服他 我建议还是让胡斌顺利接任财政所长 把王美侠调出财政所 你看怎么样 王俭的意思是论资排辈 但在宁兴公看来 只不过是他想让胡斌担任财政所长的理由 如果想用王美侠来担当财政所所长 肯定就不会提到胡斌的资历问题 反正一把手想用谁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的 这时候明明是优势 也会说成是劣势 而劣势却会说成是优势 如果不想让胡斌当所长 肯定会说成我们不能论资排辈 胡斌就一下被否了 虽然宁兴公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但他不是一把手 王俭提出的资历问题也没有什么大错 他不可能像一把手一样 说我们不能论资排辈 如果这样说 就好像他是当家人一样 要想反驳王俭 必须找一些更加充分的理由不可 比如能力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短板 说出来更像是提建议的样子 如果将来真因为能力问题 胡斌干不下去 还显得他有先见之明 宁兴公道 胡斌资历深不错 但他平时不大好言语 协调能力不大行 如果当上了所长 到财政局协调不来资金 岂不是给乡里添麻烦 相反 王美侠在这方面的能力不错 不如把胡斌调出去 让王美侠提为所长为好 宁兴公轻言轻语 王俭觉得他比郑世光难对付多了 胡斌是有这方面的性格原因 但王俭现在希望 用更加忠厚老实的人选 王美侠要当上了所长 肯定是要崩上了天 恐怕在乡里要飞扬跋扈的很 这样的话 说不定就会给他添什么乱子 这方面还是谨慎一点的好 胡斌只是不大好言语而已 但协调能力 行不行我们不好断言 而且乡财政所 是乡里的重要部门 一些老成持重的人为好 王美侠作为一名女同志 心思细 我看让他到金管站当站长比较好 也是良才录用 你看如何 王俭看向宁兴公道 看来王俭是坚持要用胡斌当所长了 宁兴公觉得现在没法和他争 就看两美会上的表现了 现在他不能表态同意 或者是不同意 如果表示同意 王俭就顺利多了 如果表示不同意 又会让今天的谈话谈崩 因此笑道 这事王书记是放手给我的 我会充分考虑王书记的意见 那好 我也会尊重你的建议之权的 王俭不失时机的点出 宁兴公的权利 只是建议之权 决定之权还在他的手中 宁兴公没有办法了 不再提这个事了 而是说道 王书记 这事咱们就先不说了 我想说说修路的事 我觉得修路不能再耽搁了 县委书记 任书记也问起我修路的事 只是我如果省里的钱 不能按时到 可以先修 上次王书记 你也说过 要先修的事 我们是不是 现在就可以开始动空修呢 王俭这才知道宁兴公 来找他是因为这个事情 看来任平义真的发话支持他了 这件事不好明确拒绝 但宁兴公接二连三的表现积极 还真有点让他头疼 老念 修路的事你比较热心 我很赞成 要不这样吧 你去安排好招标事宜 定下施工的单位 可以先施工 但你也要考虑到省里的资金 来了以后怎么衔接的问题 把事情考虑得周详了 再动工 王俭想起叶凤玲说 资金再有几天就会来到 既然这样不如 先生答应定行工 让他先行动 到时候省里的资金一来 怎么还能显得出他 而且让他先搞招标事宜 也是一件烦心事 只要一有动作 马上会有人招呼 让他关照 看他怎么办 如果做不好 到时候有他好看了 宁兴工没想到 王俭会这么痛快的答应他 心里觉得肯定是任平毅 向王俭打了招呼 看来任平毅 还是非常支持他的 有了王俭的同意 杨军才不会再不同意拨钱了 既然王书记支持先搞 老杨那边请王书记打个招呼 好做好资金上的支持 宁兴工道 王俭说 好 这没问题 说完就打电话让杨军才过来 杨军才过来后 王俭对他说 老杨 宁乡长要动用县交通局的资金修路 你配合一下 杨军才道 王书记 这没问题 你们两位都是领导 我服从命令就是 说完话 杨军才也在心里盘算着王俭 怎么突然转变态度了 两人之间突然达成一致了 那好 老杨 你正好也来了 我和宁兴长也和你谈谈话 王俭心里一动 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谈到调整财政所长人选的事 杨军才一听谈话二字 心里一记 看来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他这个所长是当到头了 宁兴公心里一惊 没想到王俭把杨军才叫来还有这层目的 现在如果要是谈到杨军才卸任的问题 他要怎么说 杨军才也没有坚决跟他站在一起 如果让他卸任也没有必要留他 王俭显然是在用答应他先修路 来交换来交换支持有关人事调整的事项 王俭的算盘打得太精了 要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就同意他先修路的事情 王书记 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 杨军才道 王俭说 是这样的 我和宁乡长都认为你在财政所长的位置上是做出了不少贡献的 但乡里的干部也要实现新老交替 希望你能理解党委的意图 配合好乡里有关的人事调整事项 当然了你从财政所长的位置上下来后 也不是就退休了 我们还会给你安排适当的职位 让你发挥余热 今天算是和你做出一个提前的谈话 下一步需要党委研究再做出决定 听到王俭的谈话 杨军才心里感到很悲凉了 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财政所长 也算是风光过了 但现在要是一卸任 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而且乡里会怎么安排他 心里也没有底 看样子宁新宫也没有不同意 其实这已经成了共识 他自己也觉得到了卸任的时候了 王书记 宁乡长 我老杨一切听从党委政府的安排 杨军才主动的说 王俭道 杨所长果然是顾全大局呀 宁乡长 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宁新宫说了一句 老杨还是要正确对待吧 做好下一步的交接工作 不能出现什么乱子 宁新宫说的不错 王俭也点了点头道 好了 老杨 你先回去吧 杨军才走后 王俭想了想到 老宁 杨军才不当财政所长了 是得给他一个安排 你觉得让他当乡长助理怎么样 当初冯国强不当党政办主任的时候 让他去当乡长助理的 现在我看也可以让杨军才当乡长助理 王俭是想起了冯国强的事 而宁新宫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内情 便问道 乡长助理 这合适吗 是不是不大合法 我看别的乡 就没有这个职务呀 王俭道 在我们乡是有先例的 可以安排他个两尾成员待遇 没有什么实质的工作内容 算是给他一个安慰吧 宁新宫心想 这也是一个创意 名声暗将 王俭的办法不错 这也是的 干部能上能下 不得不逼迫当众的领导 想法子安排一些老家伙 在一些小乡镇里也不例外 这种事就同意了吧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现 第114章 人员调整完毕 趁热打铁 王俭决定召开两委会 把人事调整的事搞定 在宁新宫走后 把方志明叫了上来 方志明在王俭当上乡委书记后 心里还是有很多怀疑的 怕王俭利用权势 对他进行报复 不料王俭上任后 并没有调整他的工作 在王俭从省城回来之后 反而让他主导寄生办主任 人选的调整问题 而让他在乡里的地位 反而高了起来 认为他有方法 是现和乡里的不倒翁 让杜小培都感到不可思议 王俭让他挑选 寄生办新主任人选之后 方志明又想到了刘燕 准备让刘燕 接邓美娜的班 刘燕知道后心许若狂 寄生办主任 要比林业战战长 受重用多了 虽然没有在寄生办干过 但他相信 也没有什么难的事情 方志明这么帮刘燕 当然是因为刘燕与他之间有一腿 但也是因为刘燕 算是他的人 各方面都与他保持一致 刘燕很想嫁给方志明 但方志明却不想娶他 感觉他轻浮了一些 当情人还可以 但当老婆却不合适 而方志明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都快三十了 还没有结婚 确实是一个问题了 前些日子有人把赵燕燕介绍给他 赵燕燕自从看上王俭之后 也算是折腾了一阵子 但看到王俭 确实是不喜欢他 而且与谢联冰的感情已经公开化 韩玉婷告诉他 不要再幻想了 他才消停了下来 作为县副联副主席 可以说是非常引人注目 一般的男性 他真是不看在眼里 而好的男性却又很稀少 因此迟迟也找不到对象 直到有人将他介绍给方志明 方志明一眼就看中了他 但赵燕燕却没怎么看得上方志明 觉得与王俭相比差了许多 但他也没有拒绝方志明 毕竟年龄不饶人 再等下去就会成圣女了 因此 答应于方志明先谈着 赵燕燕是局长的千金 而且长得漂亮 方志明自然是求之不得 对他格外上心 既然要与赵燕燕谈恋爱 就不能再与刘燕有些纠缠了 所以将刘燕推为寄生办主任 就是让他从此 不要再幻想与他结婚的意思 刘燕知道方志明在追求赵燕燕之后 虽然心生不满 但方志明答应提拔他 也算是知足了 王俭把方志明 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 方志明表现得很殷勤 因为他需要得到王俭的点头之后 才能真正让刘燕 当上寄生办主任 履行对刘燕的承诺 如果王俭否决了他的意见 那他在刘燕面前将无法交代了 虽然王俭说过 让他决定寄生办人选的话 王书记 您找我 方志明说话的时候 有点点头哈腰的味道了 看到方志明顺从的样子 王俭感觉很受用 虽然过去曾与方志明之间有一些矛盾 但正是这些矛盾 锻炼了他在官场上的斗志和争斗的本领 应当说官场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只要有一方屈服了 还可以和平共处下去 现在他是乡委书记 方志明不过是一个副乡长 任他如何蹦打 也跳不出他的手掌心 只要他老老实实的服从他的指挥 就没必要收拾他 王俭微笑的看了他一眼 方向长 寄生办主任的人选 你选出来了吗 方志明道 王书记 自从你让我负责寄生办主任的人选 选拔工作之后 我是认真去挑选了 我觉得刘燕就不错 你看他工作比较认真 又曾经在党政办待过 让他担任寄生办主任 我觉得比较合适 王书记 您看呢 方志明的话还有一定道理 王俭也觉得刘燕 作为曾经的党政办同事 应当也是自己一系的人 虽然曾经闹得不太愉快 毕竟现在是倒向他了 如果让刘燕去当寄生办主任 谁来当林业站站长呢 王俭一时没有说话 方志明的心提了起来 但王俭念及过去的恩怨 会否接他的提议 但过了一会儿 王俭说 你这个主意不错 让刘燕去当寄生办主任 他空出的林业站长的位子 就让吴磊去当吧 吴磊一直在党政办干 没个职务也不行 王俭这么一说 就是同意了方志明的要求 虽然林业站长让吴磊担任了 但能让刘燕当上寄生办主任 应当说是王俭对方志明最大的支持了 王书记英明 吴磊是得安排一下了 让他当林业站长 我觉得很合适 方志明高兴的说道 王俭道 寄生工作一定要加强 刘燕没有什么寄生工作经验 到了寄生办 未必会有人扶他 你一定要坐镇寄生办 帮他站稳脚跟才行 方志明道 请王书记放心 有我在 寄生办的人翻不了天 王俭很满意的方志明的表现 方志明见状 就及时告辞出去了 出门后就立即向刘燕报喜 刘燕高兴的道 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下吧 方志明知道刘燕口中的庆祝 是什么意思 要是在过去 他肯定高兴的不得了 但现在 必须割断与刘燕之间的关系 专心去应对赵妍妍 便说 今晚还有事 等正式任命之后再说吧 刘燕见状 也不再坚持 方志明则马上打电话 给赵妍妍 约他晚上出来吃饭 各方面的人事调整 协调的差不多了 除了在财政所长人选上 宁兴公与王俭的意见 有些冲突外 其他的人选 已经没有什么冲突了 由于宁兴公现在有求于他 相信只要他坚持任用胡斌为财政所长 宁兴公不会太激烈反对 两天之后 王俭就召开两委会 研究人事问题 现在两委成员里 人人都是在看王俭的脸色形势 郑庆之虽然还是和宁兴公站在一起 也不影响大局了 方志明由于得到了王俭支持 让刘燕当了计生办主任的事 也不会与王俭畅反调 会议一开始 王俭首先抛出了 让胡斌担任财政所长的事 说完 看向大家的反应 大多数人的表情是惊讶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 王俭会用胡斌当所长 大家都认为王美俭最有希望 现在却变成了胡斌 这很让大家猜疑 党委内部又有了什么博弈 宁兴公在王俭答应他 先修路的请求之后 实际上心理防线早已经冲破 没想再坚持让王美俭担任所长了 因此听完王俭的话之后 他并没有表态 宁兴公不表态 别人也不好表态 由于王俭并没有安排别人附和他的话 其他人也没有多说 只有需要的时候再出手帮助王俭 宁兴公不表态 王俭非逼他表态不可 便问道 宁乡长 你有什么意见 宁兴公咳嗽了两声 显得有些紧张 说到我没意见 一句话就把事情说完了 这说明他不再表现出于王俭争权的姿态 因为如果继续争下去 将对他更加不利 会让其他两位成员感受到他的虚弱 宁兴公没有意见 郑兴之当然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胡斌任所长的事就定了下来 然后又提出王美霞担任经管站长 刘亚任计生办主任 徐东强任团委书记 邓美娜任工会主席 吴磊任林业站长 当宁兴公听到刘亚任计生办主任时 他吃了一惊 没想到王俭真放手让方志明做主任命干部了 因此这两位成员里面 只有他没有做主任命干部的权利 说明王俭对他不够信任 如此说完 他就要被乡里的其他两位成员孤立了 如果再不适当调整策略 他堂堂的乡长就有可能被边缘化 虽然他现在掌握着乡长的签字权 但只要一边缘化 谁知道这项权利会不会被剥夺 开完会后 大家都欢天喜地的走了 只有郑庆之和宁兴公有些闷闷不乐 宁兴公回到办公室 郑庆之也跟着走了进来 宁兴长 现在乡里快成了一盐糖了 再继续这样下去还怎么能行 宁兴长 你要想想办法呀 宁兴公躺在椅子上 看向郑庆之 感到有些心力交瘁了 他很想放弃抵抗 乖乖地听从王俭的指挥 配合好王俭的工作 因此懒懒地说道 你我今后配合好党委的工作吧 宁兴公虽然没有说出王俭的名字 但郑庆之已经明白 党委就代表的是王俭 他没想到宁兴公这么快就投降了 还不如他坚定 其实也不是他坚定的缘故 因为他并不直接与王俭产生对抗 而是依附在宁兴公的身上与王俭对抗 他受的压力就小多了 宁兴长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处处听从王俭的指挥 郑庆之虽然这样想 但还是问了宁兴公一句 宁兴公靠在椅子上 没有接郑庆之的话 过了半天才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们没有他的事大 先忍着 等待时机 宁兴公的心理其实十分矛盾 这种话他没办法表露 也没办法说得非常直白 只有说得模模糊糊 留有一点余地 看看情况再说 郑庆之看到宁兴公这个样子 也感觉无力回天了 乡里对王俭的人数 大多数都赞成王俭 连一项与王俭做对的方志明都投降了 宁兴公还怎么能拉得到人 与其对抗得不到好处 不如取义逢迎 说不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之线 第115章 宣布决定 乡里进行了这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有人欢喜 有人忧 刘一二自然是十分高兴 走在乡政府大院里 胸脯挺得高高的 看到昔日的同事 不断的点头微笑 这一切很正常 作为继生办主任 是大权在握 跟一般的战所长不同 是受到乡一二把守 特别重用的角色了 当然更高兴的应当是胡斌 作为财政所长 在乡里头的地位十分惹眼 比一般的两委成员干部还吃香 像方志明这样的一般副科级干部 要是报个账 即使是宁星空签了字 要是财政所长不同意给钱 方志明也没有办法 这便是财政所长的厉害之处 两委会召开完的第二天 王俭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大会 宣布人事调整的结果 其实不宣布 大家也都知道 新调整的情况 晚上一召开会议 消息就满天飞 胡斌当时还正待在家里 就有人打电话给他表示祝贺 胡斌还一头雾水 虽然王俭似乎 有让他当财政所长的意思 但也没有想到 这种好事会真的落到他的头上 王俭与他什么关系也没有 却把这么一个重要职位交给他 以后可是要肝脑涂地了 接完电话 胡斌先是一脸的平静 眼睛看着前方 脑袋坐着思考状 过了半天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萧美英正待在洗漱间里 做着每天一次的美容工作 听到胡斌突然而来的笑声 伸出头问道 你神经病啊 没事笑什么 看到萧美英正在美容的模样 胡斌笑得更厉害了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着 萧美英美完容走出洗漱间 来到胡斌面前伸出手 打在他的身上喝道 你是不是犯病了 笑什么笑 胡斌咳嗽了几声 才止住大笑 眼睛看向萧美英 过了半天又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还笑 你笑什么笑 萧美英掐了胡斌一下 胡斌终于笑完后说道 你猜猜我为什么笑 萧美英看向胡斌道 我哪能猜出你为什么笑 快说到底怎么了 胡斌向沙发上一躺 说道 你老公我终于当上财政所长了 当上财政所长了 萧美英惊喜万分 坐到胡斌跟前说道 是谁告诉你的 胡斌道 刚刚王美霞打电话 给我表示祝贺 我没想到他这么快 就向我示好了 我问他是不是也提拔了 他说乡里安排他 当经管站长 哎呀 老公 你真的当上所长了 萧美英高兴的跳了起来 全身倒在了胡斌的身上 胡斌顺势把萧美英搂在怀里 突然说道 王美霞不会骗我吧 萧美英急忙起身问道 这可是难说 这女人可是阴奉阳尾 阴得很 经萧美英这一提醒 胡斌脑门也冒了汗 想打电话再问问别人 刚要拨电话 吴磊给他打来了电话 胡哥 祝贺你啊 什么时候请大家吃一顿 胡斌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道 呃 祝贺什么 吴磊 你说的话 我怎么听不懂啊 吴磊说 胡哥 你不会不知道吧 两委会刚刚开过 任命你为财政所长 胡斌道 吴磊 你说的可是真的 不会是骗我的吧 吴磊道 这事怎么能乱说呢 我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吴磊在党政办工作 他的消息应当是可靠的 胡斌说 要是真的 我请吴弟弟吃一顿大餐 哦 胡哥肯定是真的 这顿大餐我吃定你了 吴磊笑道 挂下电话后 胡斌和萧美英彻底兴奋起来 两人拥抱在一起 亲吻了起来 老婆 我今后就是财政所长了 你以后在文化站 也可以扬眉吐气了 这回不会有人小瞧我们了 亲了几下后 胡斌抬起头说道 萧美英点了点头 老公 你说的不错 不过我想不明白 你怎么能当上了财政所长呢 胡斌想了想到 前些日子 王书记专门找我谈话 看样子是想用我 没想到他真的用我了 我们应当感谢人家 王书记的重用 萧美英道 是应当感谢王书记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王书记为什么想用你呢 我们又没有给他送礼 平时你也没有积极向他靠近 我真是想不明白 胡斌道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王书记看我是个人才才自然用我的 你当初还要我去给宁兴宫送礼 我不去 你还骂我 现在怎么样 谁也不送 照样当上财政所长 萧美英笑了一下道 看把你美的 算你对了 行吧 王书记用你 那是说明他要你给他办事 你记住啊 以后在乡里头 除了王书记 谁的话都不要听 尤其是宁兴宫的话 没有王书记点头 他的话不算 知道吗 知道知道 你别以为我是傻子 宁兴宫和王书记不对付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胡斌傻傻的笑道 知道就好 有什么事 要及时向我汇报 萧美英指了胡斌的一下头皮 胡斌深情的看了一眼萧美英之后道 知道了老婆 我现在想要 想要什么呀 萧美英笑道 想要你 胡斌一把把萧美英抱了起来 向卧室走去 萧美英笑个不停 说道 你要勇猛点 别让我失望 没问题老婆 胡斌高兴的叫道 这一夜 萧美英享受到了 他从来没有过的快感 会议室里人都正经微坐着 王俭坐在台上 看着下面的一切 每到人事调整的时候 都是人们最兴奋 最关心的时刻 除了一些失忆落选的干部外 其他人都是很兴奋的样子 无论他有没有当上官 会议由王俭本人亲自主持 宁心宫坐在台上 韩玉婷准备宣布人事调整的决定 看了会议室几眼后 王俭开始讲话 同志们 经乡党委研究 乡里对部分同志的职务 进行了调整 现在由韩书记 宣布任职决定 王俭说完之后 韩玉婷说道 杨军才同志 不再担任财政所所长职务 任县和乡乡长助理 协助李向山同志 分管文教卫生工作 胡斌同志 任财政所所长 邓美娜同志 不再担任寄生办主任职务 任乡公会主席 刘彦同志 任寄生办主任 不再担任林业站站长职务 吴磊同志 任林业站站长 徐东强同志 不再担任 京管站站长职务 任乡团委书记 王美霞同志 任乡京管站站长 韩玉婷讲完这些话后 下面一阵窃窃私语的议论声 有的人已经知道结果 只是随便聊了两下 而有的人 还没听说过这事 个个都是惊呆的表情 胡斌怎么可能当上财政所长 刘彦又怎么会当上计生办主任 徐东强的职务怎么会被调整 这乡里的人事变动也太大了吧 胡斌和萧美英都坐在会场里 此时自然是激动万分 但胡斌的脸上还是保持着平静 有人向他表示祝贺 他也只是微微一笑 萧美英身旁的姐妹 也在向他表示祝贺 让萧美英感受到了 富为芙蓉的好处 刘彦自然是坚挺着胸脯 微笑着坐在那里 接受着别人送过来的笑容 王俭在韩玉婷讲完话之后说到 乡里这次进行了人事上的一些调整 一是因为新老交替 二是为了进行岗位交流 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待的时间长了 就会游了 没有了工作上的干劲和激情 我们通过这次调整 就是要激发同志们工作的热情 全乡的工作能不能上去 就在于我们这些在座的干部们 有没有工作的激情和动力 有了激情和动力 一切事情都好办 没有激情和动力 我们的工作就会流于形势 当前乡里各项工作都是百废待兴 除了修路和农业结构调整外 我们下一步要加大力度进行招商引资工作 而要招商引资 必须要有好的作风和好的政策 不能让客商来了之后 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发展的诚心 不能提供给他们良好的服务 希望同志们能以此次调整为契机 以崭新的面貌做好各项工作 如果有客商投诉我们的干部 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一定会严肃处理 王俭说得很严厉 下面的干部们听了很认真 这次人事调整下来的 都是工作态度不大认真 能力欠缺的干部 而提拔上去的都是老实能干的人 这也是胡斌能当上财政所长的原因 如果以后想得到王俭的赏识 只有努力工作 一条路可走 胡斌听得更加仔细 王俭可谓是他的人生伯乐 如果没有王俭 估计他再过多少年也当不上所长 现在能这么重用他 只有通过拼命的工作 才能报答他了 会议散了之后 宁新宫就把胡斌找了过去 胡斌不知道宁新宫找他有什么事 就来到了宁新宫的办公室 等胡斌坐下后 宁新宫就对他说 胡所长 首先恭喜你上任 我这里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办 交通局拨来的那笔资金 我要动用一部分 用来进行招标工作 你先支五万给我吧 胡斌一听宁新宫要支钱 而且县交通局的那笔钱 心里就警觉了 说道 宁新宫长 我刚上任 这笔钱我要审查一下 等我审查完再支给你行不 宁新宫看了他一眼 觉得胡斌在拖延他 这笔钱原来就是胡斌保管的 现在搞什么审查 心里虽然这样想 但宁新宫还是没有去追究 说道 你抓紧审查 明天就把钱支给我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之县 第116章 回家 胡斌答应了一声 就去告诉王俭了 王俭 看了他一眼 很满意的说道 你支给他就是 以后有什么事 再报告给我 胡斌接着就走出了 王俭的办公室 王俭坐在办公室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觉得让胡斌 当这个财政所长 还是不错的 要是杨军才 恐怕不会这么及时 向他报告这些事 各方面的工作 都做得不错了 现在就等着 省交通厅的资金 下来好修路 想了半天 又打电话给叶凤玲 叶凤玲接到电话后 说道 王俭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省交通厅的那笔钱 明天就能到位 根据规定 会打到你们县的 财政的账户上去 王俭听了后 很高兴的说 怎么不能直接 打到我们厢的账户上 干嘛要转个弯 叶凤玲道 谁知道呢 可能你们厢不够级别吧 不管怎么样 给你们就好了 这回你可以 好好建设一下 现和厢了 王俭笑道 那是当然的了 这事太感谢你了 什么时候来现和厢 我请你吃饭 叶凤玲笑了一下道 不用戳谢了 我帮你的忙 你也要帮我的忙 连兵姐姐那里的工作 做得差不多了吧 什么时候能带来认亲 王俭道 他心里上还是有些嘎的 不过很快就好 你定个时间 我带他过去找你 叶凤玲心情很高兴的说 那好 下周行不行 下周恐怕我比较忙 资金刚到位 这里的事情呢 肯定很多 能不能过了这个月再去 王俭想了一下道 叶凤玲说 那好吧 不能耽误你的工作 这段时间 你再多做做他的工作 尽量不要出什么岔子 王俭就答应了一声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 就打电话给谢联冰 准备让他一起和他回趟家 让父母见见面 谢联冰接到电话后 思考了一下 就答应了 到了周末 王俭就和谢联冰一起回到 吴山镇海子村 王俭的车一到村子里头 村里的邻居百姓就走了过来 对王俭进行了一下围观 听说王俭当了乡委书记 村里的人可没少把王俭夸 王二方知道王俭回来了 连忙从家里出来 找王俭 王二方属于在社会上混的那种人 这样的人只认强权 不认公理 上次不给王俭面子 那是因为不知道王俭的情况 现在他早就听说 王俭当上了乡委书记 他还怎么敢再得罪王俭 巴结他还来不及呢 王俭和谢联冰刚刚从车上下来 王二方就开着车来到了 看到王俭后 堆着笑脸说道 大侄子回来了 王俭看了他一眼 说 哦 刚回来 二叔你有什么事 看到王俭还是很客气的叫他一声二叔 王二方很高兴 说道 今晚还回去不 不回去的话 我请大直的搓一顿 王俭道 不一定 搓一顿就没必要了 我们又不是外人 你是村里的父母官 按说我得请你呀 王二方连连摆手道 哪能让大侄子请我呀 大侄子你放心 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我就不和你多聊了 我先回家去 王俭笑了一下 就和谢联冰向家中走去 王二方堆着笑 看着王俭走到家中才离去 王俭的爸爸王国正 没在家 还是妈妈张秋菊一人在家 看到王俭带着一个女孩子来 张秋菊急忙高兴的站起来 招呼着 王俭道 妈 这是联冰 张秋菊道 闺女好 谢联冰羞瑟了一下道 伯母好 王俭看了看家中 问道 哎 我姐还没到来吗 张秋菊说 没来 这死丫头 有一个月没来家了 王俭和姐姐王远凤 一起回家看看她 想不到还没有回来 王俭就先和谢联冰在家里待着 帮着张秋菊干一点农活 谢联冰原来也是常干农活 因此干起来一点也不生手 让张秋菊好生喜欢 过了半天 王俭老远就听到姐姐王远凤的声音 看到她带着一个年轻的男人走了进来 看样子长得还不错 只是有些腼腆的走在王远凤的后面 妈 我回来了 王远凤大声的叫唤着 张秋菊抬头看到了她 也看到了后面的那个年轻人 这一看乐了 没想到王俭和王远凤同时带来了另一半 姐 你怎么才回来呀 王俭上前问道 王远凤也看到了王俭和谢联冰 说道 哎 弟弟 这位是 他叫谢联冰 王俭答道 王远凤上前握住了谢联冰的手道 你好妹妹 谢联冰道 姐姐好 王远凤笑了一下回头道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祖涛 那个年轻人就走了过来 微笑着向张秋菊叫了一声 婶婶好 好 张秋菊连声答应着 同时不断打量着祖涛 祖涛说完又看向王俭 王俭走上去说道 我叫王俭 你好 祖涛说 你好 弟弟 祖涛直接称呼王俭弟弟了 看来是王远凤教他说的 王俭微笑了一下 就没再说话 祖涛并不知道王俭是乡委书记 还以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张秋菊见家中来了这么多客人 就让王俭招呼着一下 然后就出去买菜了 几个人就坐在屋里面聊天 祖涛就问王俭 弟弟上班了吧 王俭笑道 上班了 你在厂里怎么样 还顺利吧 祖涛笑道 还算顺利 我是搞技术的 只要把技术搞好就行了 这时王远凤才想到 要告诉祖涛关于王俭的事情 在以前他可没有在祖涛面前炫耀 免得祖涛要看在王俭的面子上 才喜欢他 别看我弟弟还像个大学生 现在都是乡委书记了 官大着呢 不过我也不能指望他怎么着 所以没和你说 王远凤看向祖涛说道 祖涛吃了一惊 问道 你说什么 弟弟是乡委书记 哪个乡的 王俭笑道 我在县和乡工作 祖涛道 弟弟是县和乡的乡委书记 王俭道 不错 我任书记已经有半年了 祖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年轻的是乡委书记 以后还不要当国家主席了 弟弟 那我想托你办个事 祖涛不管于王俭是刚刚认识 就想让王俭给办事了 估计是事情紧急 王俭问道 什么事尽管说 祖涛道 我有一个表哥是县和乡的 结了婚准生证迟迟办不下来 村支书非要我表哥拿钱才能给办 我表哥不愿意拿钱给他 就不给办 打电话 我问有什么办法不 我想我哪有办法呢 正好碰到你了 你看能不能打声招呼 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 王俭听了之后很生气 这些村书记真是太胆大了 什么事都要吃拿卡要 这办准生证 只要符合条件就应当给办的 他居然要钱 真是岂有此理了 回去后一定要整治一下这种事情 想到这里 王俭道 这是简单 我打个电话给他们 说完 王俭就掏出手机 打给杜小培 杜小培接到王俭的电话 问有什么事 王俭就说 小培啊 你立刻打电话给李屯村的书记 让他马上把李国盛的准生证给办了 杜小培答应了一声道 没问题 王书记 我马上就去安排 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祖涛非常感动 也非常羡慕王俭的权势 其实当初他并没有太看重王远凤 这次来王俭家里也是不情愿的 但现在知道王俭是乡委书记 他铁定了心 要去王远凤了 爹爹 你平时工作忙吧 祖涛没话找话的与王俭聊起来 王俭说 还行吧 各种各样的事都要自己来批 要是忙起来 却是很操心的 祖涛笑道 当领导就是忙 我们厂的厂长天天都在忙 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 也不知在忙些什么 王俭呵呵一笑 说道 管的事情多肯定就会忙了 不像一般人员 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祖涛很崇拜的看着王俭 此时 王远凤也和谢联冰聊了起来 王远凤问道 妹妹 你和我弟弟谈了很长时间了吧 谢联冰说 有一年了吧 不过真正谈的时间 大概不会超过四个月 王远凤笑道 那是怎么回事 谢联冰道 王俭平时很忙 没机会再一起谈 王远凤说 这倒也是 自从他当上了乡委书记 连回家也很少了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谢联冰道 王俭说 最近就与我结婚登记 登记好了 我也要和祖涛登记 不过要是举行婚礼的话 我这个当姐姐的应当在先 王远凤说 谢联冰笑道 那倒是 两人说说笑笑 王俭和祖涛谈了一会儿 张秋菊就从外面买菜回来了 回来之后 大家齐动手做饭 一家人可是忙得不亦乐乎 过了一会儿 王国正从外面回来了 看到未来的女婿 儿媳都来了 也很高兴 做完饭后就一起吃饭 刚吃到半晌 王俭的弟弟王丹 正好周末也回家 全家人第一次聚在了一起 乐得张秋菊和王国正 都闭不上嘴 王俭也很高兴 招呼着祖涛和谢联冰吃菜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之县 第117章 修路 王俭和谢联冰回家过了一天 就回县和乡了 然后又过了几天 就到县民政局进行了秘密登记 登记完后 王俭笑道 我们什么时候原房啊 不会还要等到举行婚礼那一天吧 我们现在可是合法夫妻了 谢联冰看了王俭一眼道 王俭 你就那么心急呀 结婚后你也要尊重我吗 王俭黑黑笑道 那是自然了 在家里你是一把手吗 感受到王俭对他的温情 谢联冰缠住了王俭的胳膊 和王俭一起回了乡里 省交通厅的钱 终于到了县财政局的账户上 任平易知道后 立刻打电话给王俭道 小娃 这次你的功劳很大 这一千万的资金 将优先给你们箱使用 把道路修建规划工作搞好 彻底改善箱里的交通环境 这一千万本来是要给现和箱的 走县财政局的账 只不过是程序上的问题 没想到任平易居然说是给现和箱优先使用 那意思就是这钱的支配权在县里 现和箱不过有了优先权 王俭听了任平易的话很不高兴 但又不能跟任平易理论 官大一急压死人 县委书记说这钱是县里的 县委书记如何又跟他争 请书记放心 我一定会把箱里的路修好 让老百姓有一个好的出行环境 王俭答应道 任平易很满意王俭的表现 原以为他刚才说的话 王俭会提出质疑 不知是王俭没听懂 还是他听懂了没做出反应 反正是没出现他设想的情况 看来王俭并没有鞠躬自傲 这样的干部值得信赖 小王 你现在是厢委书记了 一定要从大局出发 团绝两尾一般人马 把县和乡的工作搞上去 让县委放心 也让老百姓满意吗 任平易借这个机会给王俭上了一课 让他与宁兴公团结好 不要闹矛盾 王俭一下就听出了任平易的用意 立刻说道 任书记 我一定会按照您的指示 把班子带好 我作为班长 会充分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听取大家的意见 做到另行禁止 把乡里的工作全力做好 任平易也听出了王俭的话外之音 显然是告诉他 他现在是乡委书记 是班长 说到团结应当是宁兴公 主动向他团结 同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他这个乡委书记 是有集中独断大权的 如果宁兴公不听他的 显然就是宁兴公的错误 那就好 我就放心了 你现在很年轻 希望你能够快速的成长 去挑起更大的担子 任平易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就又勉励了王俭一番 和任平易通完电话 王俭召集两委会 研究修路事宜 经研究之后 成立了县河乡道路建设项目指挥部 根据县里的要求 县里就不再参与修路工作 有王俭直接担任指挥长 宁兴公担任副指挥长 有汤林郑主要负责分管工作 冯国强辅助汤林郑工作 同时各个工作区的负责人和成员 全面参与到道路建设工作中去 道路修建是一件大事 乡里一二把手都是靠上去抓 汤林郑负责日常工作 应当是对他的重用了 王俭当初对他的承诺完全兑现 冯国强东山再起 谁也没想到王俭突然会用他参与到这种重大项目上来 比一般的两委成员还受重用 决定宣布之后 大家都认为是王俭念旧 当初冯国强可是王俭的老领导 一直没有给他有所安排 现在终于让冯国强又重新站了起来 王俭这么做 也不仅仅是因为冯国强是他的老领导 更重要的原因是用了冯国强之后 就能把修路的各种事情抓在手中了 汤林郑为人大大咧咧 让他主抓修路事宜 可以让他在前头与宁兴公相争 冯国强自然把各种小事都抓在手中 这样一来 宁兴公虽然身为副指挥长 却无法施展权力 而王俭作为乡委书记 事情多 没那么多的精力去搞这些事情 有汤林郑和冯国强在前面管着 他就放心了 宁兴公本来是想先进行道路建设的 而且已经支出了五万块钱 用来完成招标事宜 没想到省交通厅的钱这么快就到了 那他就没法先期进行建设了 王俭就将两件事合并 宁兴公就无法体现出他的政绩了 方志明等人虽然不主要参与修路建设 但作为联系各工作区的领导 还是有机会参与的 吕放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承包一段工程 专门联系了方志明 让他找王俭要工程 指挥部成立之后 道路修建工作开始全面启动 任平义和刘青山都很关注县和乡的修路工作 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王俭向他们汇报了工作进度 都知道道路修建工程是块大肥肉 县里的工头老板们开始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王俭 希望能拿下一段工程 县陆正公司老板吴天一 是东庭县里有名的大老板 听说县和乡要修路 自然也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王俭还没有和这些大老板接触过 而吴天一居然通过韩玉婷联系上了王俭 这说明他是对王俭有一番研究的 知道韩玉婷与王俭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天王俭刚刚要下班 韩玉婷就打电话给他说 有一位大老板想请他吃饭 问他晚上有没有空 王俭问道 什么大老板请我吃什么饭 韩玉婷道 你来了再说吧 放下电话 王俭觉得肯定是这位所谓的大老板 找他有什么事 虽然心里不想与这些老板们打交道 但却是韩玉婷引荐的 不能不给韩玉婷这个面子 到了晚上 王俭来到县城 韩玉婷让他来到一家很温馨的农家酒店 据说这家开的很隐蔽的农家酒店 很吸引县里的大小官吏 前来消费 比在县城的豪华酒店还受欢迎 进了酒店之后 吴天一长得肥胖的身材 点头哈腰的走出来迎接 韩玉婷站在旁边微笑着 王俭矜持的与吴天一握了下手 就走进了包间 王俭 这是县路政公司的吴总 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坐下后 韩玉婷向王俭介绍道 王俭微笑着说 吴总 久仰久仰 吴天一立刻堆着笑道 王书记年轻有为 佩服佩服 两人说了几句客气话 就开始相互敬酒 喝了一会儿 韩玉婷说道 吴总的公司在全县里 可是最大的路政公司 建设质量也是节有口碑 现在他想承包我们县里的路段 我觉得让谁修都是修 不如让吴总的公司来修 质量上还是比较可靠的 韩玉婷直接为吴天一进行了说相 王俭看吴天一虽然身为大老板 但在他面前还是比较谦逊的 心里也产生了一些好感 但乡里的路不经过招标就承包出去 感觉不合规定 想到这里 王俭道 到时候乡里进行招标 吴总的公司可以去竞标 相信吴总会竞争得上的 吴天一一听王俭这么说 眼睛立即看向韩玉婷 因为从言语上看 王俭根本没有定下来 让他的公司承包的意思 这样一来 这顿饭岂不是白请了 韩玉婷收到吴天一的眼神后 说道 王俭 招标不过是一种形式 如果我们要是严格按照招标来说的话 要是有的公司故意压低价格怎么办 难道让他们去承包吗 承包之后 肯定是质量上过不了关 所以还得靠我们自己去寻找真正可靠的公司才行 看样子 韩玉婷决心想让吴天一的公司来承包了 王俭笑了笑道 如果吴总既能有价格优势 又有质量保证 不就能中标了吗 其他公司想低价竞标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自己也会甄别的 这句话听起来 王俭有让吴天一承包的意思 但要求很高 要求低价至高 这样的话 赚的钱就少了 吴天一不知道王俭是不是在故意这样说 好让他出尽好处给他 因此结果话来说 王书记 在建设质量上请放心 而且我吴某人从来就是喜欢交朋友 只要王书记看得起我 我们就交个朋友 有钱大家赚嘛 我不会亏待朋友的 王俭笑了笑道 吴总 这是什么意思呀 难道是和我做交易吗 交朋友可以 做交易我可不干 在这方面 韩书记是知道我的脾气的 吴天一感到王俭年轻气盛 不像那些老游子官员容易收服 那些人往往是见钱眼开 只要给好处 啥事都能帮你做 既然王俭这么说 他就不能再多说了 否则只会把事情办砸 就笑了笑说 王书记说的是 说的是 韩玉婷感到可能一时 也说服不了王俭 就对吴天一说道 王书记是一心想为老百姓 办实事的人 吴总要是想承包 就一定保证 以最优的价格和最好的质量 来完成工程 到时候 王书记一定会认可 吴总的公司的 吴天一知道 韩玉婷是在为他打圆场 连连说道 韩书记说的是 王俭健壮也说道 乡里的道路多年未修 老百姓期待很高 请吴总能理解政府的工作 不是我王俭不同人情 实在是我不能对不起 我身上的责任 只要吴总的公司 能把路修好 我何乐而不为呢 请吴总回去后 认真设计标书 我相信 以吴总公司的实力 中标应当不难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 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 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之线 第118章 说情 吴天一算是明白了王俭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要保证工程的质量 而并不是希望得到什么好处 这事情看似好办 又不好办 因为就要面临于其他公司公平的竞争当中 虽然在东庭县 他几乎没有什么对手 但这样一个工程 很难说不会有四盟势力的企业前来竞标 这样的话 他并不一定能保证竞争上 看来想搞定王俭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虽然结果不是那么理想 但吴天一考虑到王俭以后的发展肯定很好 此时如果能交上王俭 不愁今后拉不上关系 因此并没露出不高兴的样子 而是满面春风向王俭敬起了酒 韩玉婷看到一时也说服不了王俭 也只能先放下这事 等吴天一走后再向他说明情况 吃完了饭 吴天一要请王俭去耍一番 王俭笑了笑婉拒了 王俭就和韩玉婷一起走了 在车上韩玉婷对他说 王俭 你的修路招标上怎么打算的 真的要按招标结果来定 你要知道 这么大的工程 肯定会有很多领导来打招呼的 今天的吴天一 表面上是我介绍给你的 实际上这事是刘县长吩咐我做的 吴天一跟刘青山可是老关系了 如果你不答应他 恐怕刘青山就会直接给你打招呼 到时候你说怎么办呢 没想到这事里面还有这个情况 王俭算是知道了这工程上的事 如果真是这样 事情可能真不好办了 刘青山是县长 一直以来算是支持他的 如果在这件事上与刘青山产生了矛盾 恐怕是得不偿失 考虑到这些事情 王俭不能不进行妥协 如果吴天一能保证修路的质量 而且价格也合适 不妨让他来修 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和光同臣的做法 但在现实的官场中 不如此做 如何渐容于他人 连韩玉婷如此亲密的人 都是要叫他这么做 他还有什么办法拒绝 吴天一身为商人 懂得关于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他的背后不知道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刘青山也许只是其中的一环 如果他完全拒绝吴天一的要求 就是与很多人为敌了 让吴天一修可以 但他一定要保证质量 否则我无法向老百姓交代 如果这条路再修出什么毛病来 我王俭良心上过不去 王俭对韩玉婷说道 韩玉婷很理解王俭的心情 原来修的路质量很差 当时赵炳志来视察的时候也看到了 让江明和段怀民两人非常尴尬 如果这次再因为修的是关系路 导致修路不好 那以后怎么面对省里的领导 和当地的老百姓 这方面可以向吴天一说明 路可以修 但质量上必须过硬 要求加强监管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钱可以不给他 韩玉婷道 王俭又说 话是这么说 但将来要钱的时候 刘青山再打招呼怎么办 这里面一掺杂了关系 就有人会有恃无恐 质量上就很难保证了 再说刘青山来插手这事 不知道任平易会不会也插手这件事 到时候两边要是争起来 我是难办了 我现在没有一口答应吴天一 说不定也为任平易插手留下了余地 王俭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而且他提到任平易插手修路的事 更是有先见之明 如果现在答应了吴天一 而任平易也想安排他认识的人来修路 那就麻烦了 两边都不答应 说不定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心里虽然这样想 但韩玉婷毕竟是站在吴天一一边的人 如果真出现任平易插手修路的事 他还是希望用吴天一来修 想完后他说道 如果任平易也插手 你更要掌握分寸了 实在不行 两家合伙修路 利益均沾 这倒是利益集团的相处之道 王俭在心里暗自私存了一下 说道 与其这样搞得麻烦 为何不能光明正大的进行招标 让最有能力的公司来修路呢 我们就不能摆脱自身的厉害 把事情办得更好 难道每一项工程后面 必须要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长此以往 我们的官场风气将越来越腐败了 韩玉听道 那有什么办法 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去做 自然有人做 只要权力得不到很好的制约 暗箱操作永远都会存在 要不这件事你就先超脱鞋 由我来处理 我知道宁星宫那边 肯定会有人找他 到时候我来和他谈 你只管监管工程质量就行了 把修路的钱死死的抓在手里 这就能制约他们好好修路 看来韩玉听确实要为吴天一说话了 而且他也有为王简担责任的意思 既然王简不想掺杂这些事情 不如就由他来走在前面 而让王简引在后面 将来真要是出了问题 可以保护一下王简 但王简觉得这样做实在是窝囊 明明他想做的事情 却非得让别人推着走 实在是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看宁星宫那边会怎么说 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王简答应道 韩玉婷建议时 也不能完全舒服王简 想来想去也只有如此了 王简就回到了乡里 刚到办公室 宁星宫就过来找他了 王简不知他有什么事 就让他坐下说话 宁星宫清了清嗓子说道 王书记 我联系了一个市里的一家路证公司 想让他们来参与乡里的修路工程 你看怎么样 今天晚上我把公司的老总约出来 与你见一下 看来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 宁星宫这边肯定是有人找了 而且请的是市里的修路公司 如此说来 要比吴天一的公司实力要强 而且宁星宫直接就来找自己 这说明他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他一个人的关系 说不定就会有人评义的背景 这样一来 人评义和刘青山就搞起来了 见面倒不用了吧 到时候来参加竞标不就行了吗 王俭试探的说道 宁星宫看到王俭不接他的招 以为王俭真的是以为这件事完全就是他个人提出来的 不听他的意见肯定是很明显 因此必须让王俭知道是谁在让他这么做的 王书记 这件事任书记也很关注 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推荐市里这家公司 虽然没有直接跟你提出来 但那意思是很清楚的 希望能让市里的大公司来把路修好 路虽然是我们乡里修 但我们还是要听从县委的指示 希望王书记明白这里的道理 宁星宫看向王俭旁敲侧击的说道 与王俭猜猜的分毫不差 这里面果真有人平义的背景 这事情还真是变得非常难办 现在宁星宫利用人平义来压他 让他感到非常不爽 看来人平义最信任的人还是宁星宫 这些事情并不想直接吩咐他去做 估计是怕他答应的不爽快 让自己难堪 而刘青山也是 通过韩玉婷来办这件事就好说话多了 否则直接安排他 就是赤裸裸的干涉乡里的修路事宜 让人一眼看出其中的猫腻 任书记会这么安排事情 乡里要修路 任书记和刘县长都要求我把路修好 可是如果我不经过招标 或者招标只是走个过场 谁能保证那些公司拿到工程后 就把路能够修好 我们原来修的那些路 就是因为人情关系 导致施工方不把质量当回事 弄得好好的路 才过了几年就完全不能用了 这次我们要吸取教训 通过严格招标的方式 把工程质量提上去 如果市里这家公司有实力 就让他来竞标好了 完全不用别人来打招呼嘛 如果他们没有实力 打了招呼就是在害我们 如果质量真的上不去 出了问题 责任还是在你我身上 王俭不客气的说道 没想到王俭会不买任平义的账 让宁新宫始料不及 感觉王俭太大胆了 不把县委书记放在眼里 简直就是愣头青 如果真把任平义得罪的话 他这个乡委书记是别想干了 那么他就是接班的可能性大了 想到这里 宁新宫故意笑道 王书记说的是 我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只是领导安排的事不得不办 还是王书记有魄力 有原则 让我非常佩服 要不行 我就告诉那家公司 让他好好准备竞标就是 宁新宫那种幸灾乐祸的笑 让王俭立刻明白了 他说这番话的用意 表面上是完全与他的意见一致了 实际上 不过是在想着 任平义将来会对他不利 王俭也想到了 如果不答应宁新宫的要求 任平义作为幕后人 肯定是很不满的 如果得知 他用了刘青山的人修路 这种不满恐怕将到达顶峰 因此如果想不用宁新宫提到的公司修路 就不能用吴天一来修路 而韩玉婷却是积极想让吴天一修 这还是一个难题 怎么办 王俭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一个不得罪刘青山和任平义的好法子 看到面前宁新宫很放松的表情 就知道他也知道自己很为难 而他却是可以撇开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 也是因为他太清廉的缘故 宁乡长 这件事可以在意 如果你提到的那个公司老板 想和我见一面 也没什么不可以 多了解一些公司 也可以让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 挑选出最佳的修路公司 王俭不愿意上宁新宫的套 话锋一转 同意与市里那家公司老总见一面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献 第119章 市长也打招呼 因为修路这件事 县河乡里也就热闹了起来 除了前来想拿下工程的大老板们 还有很多想从中吃一杯羹的小老板们 在乡里打转 这些小老板们就是想提供一些修路的基本材料 比如沙子 石子什么的 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 可谓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了 有的去找了村书记 村书记再去找乡里的领导 乡里的领导 因为有了王俭的存在 却没有什么把握搞这件事 只是说 等等再说 不过负责修路的汤林郑和冯国强 还是有些底气的 毕竟由他来负责这件事 这样就有了很大的话语权 而汤林郑比冯国强的底气更足 因此一些事他就大包大揽起来 一时之间 汤林郑成了乡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连宁心宫的门前都没有他的门前热闹 这些事很快传到王俭的耳朵里 心想 这汤林郑不能让他掌握大权 要不然一掌握大权 准要控制不住自己 跌进去是迟早的事 现在修路这件事 他允许这个允许那个 到时候修路的公司一来 不用他建议用的材料 看他能怎么办 他能让人家不干吗 最终他还是要找到自己 让自己来协调这件事 如果王俭像汤林郑那样就好了 谁来就答应谁 也就不用那么多的烦恼 宁心宫推荐的那个公司 王俭私下与他见了见面 感觉这家伙很盛气凌人 有一种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味道 靠 不就是自视有人平易的关系吗 想要工程还拿那么大的架子 见到他连笑容都没有 原来还有点为难 让不让他来修路 现在决定了 没门 人平易介绍的也不行 倔脾气上来了 谁说都不行 不过表面上王俭还在忍着气 不动声色 虽然宁心宫和那个公司的老总 来到后百般说好话 也没有再松口答应他 王俭专门指示汤林郑和冯国强 认真制定好招标计划 进行公开竞标 这样一来 任平易和刘青山都坐不住了 想来想去 就想直接打电话 安排王俭搞好这件事 不料还没等他们两个打电话 段怀民直接打电话过来了 四盟市长段怀民的办公室里 坐着远道而来的工委 和一位省城公司的老板 面对龚长秋的儿子 段怀民必须有着一定的尊重 让秘书倒完茶水之后 就笑眯眯的问道 小伟 怎么想到我这里来了 你爸爸身体还好吧 工委大模大样的坐在沙发里说道 好的很 我这次来想替我这位兄弟搞个工程坐坐 段市长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没想到工委大老远从省城赶过来 是为了要工程来了 这小子以往不务正业 还从来没有想到穷地方四盟市来要工程 这次为何突然来要工程坐 要说市里的工程也有不少 但都是大工程 哪能放心让他带来的人坐呢 虽然心里起了怀疑 但工委是工长秋的儿子 他与工长秋随时老相识 而且下一步还想要晋升市委书记 还需要工长秋的那一票 因此还不能怠慢他 想搞什么工程啊 四盟可是穷地方 没什么大工程 我怕入不了小伟你的法眼呀 段怀民笑道 工委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段叔叔 你别担心 我这次来要的工程不大 也就是你一句话的事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只要把工程给了我 我一定会记住段叔叔的恩德 段怀民很奇怪工委的话 觉得他不是那么泛泛的来 而是有心而来 有备而来 肯定是看中了哪一个工程 专门来找他的 想了一下 段怀民就问道 你到底想要哪一个工程 四盟这地方 真没有什么 可以打入你眼中的东西 工委说 那我就直接说吧 你们东庭县县河乡 最近搞了一个修路工程 我很感兴趣 所以想让段叔叔 给那里的领导打声招呼 把工程让给我来做 县河乡有什么工程 让你这么感兴趣 我怎么不知道呢 段怀民并没有对县河乡的 那个修路工程关注过 所以对工委提出的要求 感到很诧异 工委说 这个工程是通过省里的朋友知道的 而且我还知道 这个乡有个乡委书记 叫王俭 人很有能耐 很能干 直接从省里要来了修路资金 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看看这个叫王俭的书记 能不能给段叔叔一个面子 把工程交给我做 修路的事情不大知道 但王俭这个人 他还是知道的 原来这里面还有这方面的事情 工委到底是对修路事情感兴趣 还是对王俭本人感兴趣 段怀民凭借多年的阅历和经验 对工委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王俭这人我是知道的 算是东庭县里最能干 最年轻的乡委书记了 难道小伟你认识他 段怀民想弄清楚工委来的真实用意 工委看向段怀民道 我们算是打过交道吧 但是不很熟 所以还是要来找段叔叔你 看到工委在一说到王俭的时候 语气很不友好 段怀民感觉他肯定与王俭之间 发生了什么故事 这次来是不是要搞些事端 小伟 既然你们都认识 何不直接去找王俭 虽然不怎么熟悉 但你是省里来的人 不说你爸的关系了 他王俭怎么也要给你几分薄面吧 段怀民继续向工委试探 工委鼻孔里吃了一声 我都说过与他不是很熟 而且听人说这人正气得很 谁打招呼都不行 我只有来找段叔叔你了 别人的话不听 段叔叔你的话他也敢不听吗 居然来激将他 段怀民算是知道工委 可能是在王俭那里碰了壁 对王俭很不友好 现在来找他了 既然如此 就帮他打个电话 让他们自己联系 虽然王俭很正气 但领导的话还是要听的 在一个市长面前 香伟书记算什么 香伟 我算是明白了 你是不是碰了壁才来找我的 要是这样 你怎么不早说 这样吧 我让我的秘书带你去找王俭如何 段怀民笑着问道 没想到段怀民会这样想 工委心里笑了 感觉段怀民越是这样理解 越好 越能帮他办事 段叔叔 我是万万不能去见那个王俭的 原来碰过壁 现在知道我找了你 他心里肯定是很不满的 不如您直接给他打个电话 让我的这位兄弟去就行了 工委的目的是慢慢收拾王俭 如果让王俭知道他来参与工程 肯定马上就拒绝了 也许段怀民说话也不行 而且还会说出他干的那些坏事 因此不想直接见面 而是让他一块来的那个人出面 段怀民一想工委考虑的也是 但让他亲自给王俭打电话 有些调身价 便说道 这样吧 我打电话给东庭县的县长 让他安排王俭如何 工委想看看王俭听到市长大人的声音 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他不想让段怀民通过县长来安排 再说县长与王俭是一伙的 也很难说 最好还是让段怀民亲自打电话为好 段叔说 你就直接打吧 再通过县长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而且听你说王俭那么能干 县长的话他也不一定能听 还是您亲自打的好 工委窜的说 段怀民一时糊涂 经不住工委的劝 便通过秘书找到了王俭的号码 打了过去 先让秘书与王俭通了电话 你是不是县和乡的书记王俭 段怀民的秘书首先居高临下的问道 王俭正在办公室里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感到很奇怪 此人说话怎么如此嚣张 难道是上面的领导 即使是领导 也应当客气一点吧 心里虽然这样想 王俭还是不敢怠慢的说道 我就是 请问您是 这里是市政府段市长的办公室 段市长要和你讲几句话 段怀民秘书说道 王俭脑子里立刻想市政府的段市长是谁 因为从未和市里的领导打过交道 突然冒出个段市长一时也反应不过来 想了一下才想到市长段怀民 是段怀民市长要和我说话吗 王俭问了一下 段怀民的秘书说道 是段市长 段怀民这才接过电话 说道 是小王书记吧 我是段怀民 果真是段怀民 王俭立刻说道 段市长好 段怀民道 是这样的 小王 省里有一位大客商 想到你们乡承包修路工程 他们的建设质量在省城都是数一数二的 现在找到我想和你谈谈 你有没有时间 王俭一听 头大了 没想到段怀民都直接来向他推荐承包商 而且还是省城来的承包商 虽说是建设质量好 段怀民也没有命令他直接让承包商承包 但那意思分明就是打招呼递条子 让他把工程给省城来的客商 这可怎么办 段市长 乡里的路准备招标进行 要不让他们来竞标 王俭装作糊涂的说道 要是平常 段怀民一定会很生气 但现在是工委找到他 本不想替他搞这些事 因此听了王俭的话 并没有感到恼怒的样子 说道 招标是招标 你可以先和他们见见面吗 这样吧 你来市里一趟 和省城来的客商谈一谈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献 第120章 任平义的招呼 段怀民下了指示 王俭自然不敢怠慢 见面就见面吧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挂了电话 王俭就等着那位客商来联系他 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 王俭把汤林郑叫过来问问修路的事情 汤林郑接到电话后 就把冯国强喊着一起过去 共同向王俭汇报工作上的事情 老汤 修路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王俭向走进来的汤林郑说道 汤林郑走进来后 和冯国强一起坐了下来 之后说道 准备的差不多了 道路两旁的杂草杂物 已经清理完毕 妨碍修路的建筑物 也清理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两户群众的房子 没有清理掉 正在做工作清理 由于道路也算是在扩建 有一些老百姓的房子需要拆迁 但也不是什么大难事 因为那些房子都是搭的简易房 赔偿不了几个钱 只要村里负责给弄一块宅基地 重新盖就行了 王俭知道这些事情 说道 群众的房子是不是不好清理 这方面你们要多做思想工作 不要强行拆迁 争取让他们主动拆迁 汤林正道 思想工作也做了 但有的群众要求的赔偿太高 乡里接受不了 对于这样的人 恐怕只有强行拆迁了 王俭问 我们不是制定拆迁补偿标准了吗 怎么还乱要价 汤林正道 有的人就是想多要钱 标准有什么用 老实的群众还可以接受 碰到那些偷奸耍滑的 根本没用 对于这种人 只有采取强力手段 听到汤林正如此说 王俭沉思片刻 说道 我觉得还是工作没有做到家 我们要修路 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如果路都修不好 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 我们必须向群众讲明这种道理 提高他们的觉悟 如果真遇到事故 或者故意不配合乡里修路群众 反映恶劣的人 我们可以采取强制手段 毕竟修路是大事 是大局 有人想破坏这种大局 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汤厢长和冯主任 你们两人一定要把握好 加快工作进度 不要耽误修路大计 汤林正和冯国强连连点头答应 等王俭说完 汤林正吱吱呜呜的说道 王 王书记 这修路上的事 有很多人找到我们两个 要求参与一些工程 我知道这方面我们两人做不了主 所以向王书记汇报一下 看到汤林正的样子 王俭明白他所说的意思 无非是有人找到他们 想从修路工程中分一杯羹 但他们又不敢擅自做主 想借今天的谈话 拿到王俭的上方宝剑 增加别人找到他们 要工程师说话的底气 对于汤林正的这种想法 王俭理解他 但为了保证工程质量 绝不能搞得太粗太烂 但也不能挫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想到这些 王俭笑道 老汤 是有人想走你们的后门修路吧 告诉你们两个 现在别说你们说了不算 就是我也说了不算 由谁来承包整个工程 还没有定 找你的那些人 要想分包一些工程 还是等定了总承包商再说吧 如果合适的话 我不反对 但前提是必须保证质量 现在有人找到你们 你们不要擅自答应 等总承包商定下来后 再说 听到王俭的话 汤林正觉得王俭的话中 有支持他的意思 但又是好像管得很严 主要是考虑工程质量的事 既然如此 就听从王俭的话 先把准备工作做好 其他的暂时放一放 汤林正和冯国强 汇报完工作就走了 这边刚走 王俭的电话就响了 一看是任平易的电话 王俭急忙接起来后说道 任书记您好 任平易笑道 小王啊 你也好 修路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王俭回答道 准备的有90%了吧 很快就能够准备完 任书记有什么指示 任平易道 也没什么指示 修路工程的承包商 你定了没有 任平易这么一说 王俭立刻明白了 任平易打来电话的目的 看来是在关心 由谁来修路的问题 宁新工的话不中用 他亲自来说下了 这该怎么应对 任书记 承包商还没有定 我准备通过招标 来确定承包商 王俭如实的回答道 任平易说 那现在有几家公司 前来申报招标了 任平易这句话 无疑是在摸王俭的底 想知道到底有谁 来参与招标的事了 也就知道有谁 来打招呼 要修路了 王俭思量了一下说道 段市长刚刚给我推荐了一家公司 要我跟那家公司谈谈 现在还没有成型 然后宁乡长给我推荐了一家 还有县城里也有一家来找过我 现在也就这么几家了 王俭上了就把段怀民说了出来 想让任平易知道他的难处 这么多领导都来找 你说让他听谁的 要是说谁官大听谁的 那就是听段怀民的 但任平易却不是段怀民的人 他知道后肯定是不大高兴 任平易听了王俭的话 有点吃惊 他没想到县河乡的这点小工程 居然惊动了段怀民 段怀民不会因为这点迎头小利 来插手这件事吧 但王俭这么说了 难道会是说假话吗 小王你是说段怀民市长给你推荐承包商了 任平易不由的问了一句 王俭说 是的任书记 刚刚打过电话 而且承包商还是来自省城的承包商 来头大的很 虽然没有让我直接定下来 但看样子这家公司实力很强 不然也不会让段市长来推荐 这让任平易更加惊讶了 没想到省里也有公司来争这一点工程 真是让人费解了 要知道能找动段怀民的人 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 完全可以去争夺市里的工程 没必要到下面小乡镇来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典故让人琢磨不透了 任平易本来是想让王俭定下宁新宫推荐的那家公司的 现在段怀民居然也掺和了进来 虽然他不是段怀民的人 但毕竟段怀民是市长 有很大的话语权 要是直接命令王俭不接受段怀民的指令 要是让段怀民知道了 肯定对他不利 而他自己也无法让王俭定宁新宫推荐的那家公司了 这倒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 小王 你说县里也有一家公司承包 是哪一家 任平易突然想起县里也有一家公司承包 便问一问 看看是谁打的招呼 王俭说道 县里那家公司的老总叫吴天一 是县里很有名的陆镇公司 听到吴天一的名字 任平易立刻明白了 这不就是刘青山支持的公司吗 肯定是刘青山给王俭打的招呼 看来各方人士纷纷出动 都想来吃一块这个大肥肉 小王 我觉得修路承包商 你要慎重 这方面一定要和宁新宫两个人商量好 毕竟你们在搭班子 好不容易要来了钱 一定要把路修好 不管是省里来的还是县里来的 都要仔细查看 防止那些公司烂鱼充数 是皮包公司什么的 任平易想来想去 还是冠冕堂皇的说了一通 而且还点出要与宁新宫商量好 那意思就是要让王俭 用宁新宫推荐的公司 说的虽然非常隐晦 王俭还是听明白了 听到任平易这么说 王俭就知道任平易是不想让他用断怀民推荐的公司 但说的很委婉 让他来决定 最后的后果肯定还是让他来承担 如果就这么答应任平易了 那他王俭就陷入被动了 因此必须借机向任平易请示一下 让他表个态争取主动 把身上的压力转移到任平易的身上 看他怎么说 任书记 段市长亲自打电话来推荐公司 这件事怎么办呢 我现在很为难了 请示下任书记 王俭想完之后说道 听到王俭说这话 任平易暗中骂王俭狡猾 居然把这种难题上交给他 不知道他是不懂 还是故意这么说的 作为下属应该为上司分忧才是 王俭却把矛盾上交给他 这个 你考虑着办吧 我也没什么指示 段市长不也没有明确要求 让你用省城的公司吗 你可以看情况定吗 不管怎么样 县委是希望你能把路修好 这方面还是要和宁兴公 多商量 两个人共同努力才行呀 要是你们乡里内部不能保持意见统一 这修路 修起来恐怕就不会顺利 这方面你一定要注意 任平易委婉的说了一通 不能让王俭 抓住他反对段怀民的把柄 同时再一次强调 要和宁兴公统一意见的要求 王俭狡猾 任平易也不傻 看到任平易委婉又带有倾向的语言 王俭说道 任书记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不顾及段市长的意见 按照谁的价低 置优 就让谁来修的原则来承包公司了 王俭直接把任平易逼到了悬崖边上 没有给他退的余地了 任平易有些不高兴的道 小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段市长的意见是我能揣摩的 我不管了 这些事你就看着办吧 说完任平易就挂了电话 听到任平易生气的声音 王俭有些懊恼 但放下电话一响 管他呢 反正这件事他没有办错 任平易要是生气就生气吧 作为县委书记 不敢坚持原则支持他 算什么县委书记 只要事情做得对 他就问心无愧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